第30題 有一瓶體積百分濃度為75%500毫升的酒精 請問其中含有酒精與水的分別為多少毫升 所謂的體積百分濃度 就是我們底下放的是溶液的體積 上面放的是溶質的體積 然後乘100% 那麼這一邊所謂的酒精就是乙醇 我們的溶質就是乙醇 那麼我們有75%的酒精水溶液 我們溶液有500毫升 我們要上面不知道我們的乙醇酒精有多少 所以算出來呢 有375毫升的乙醇酒精 那麼我們總共有500毫升的溶液 檢料裡面有375毫升的溶質 所以算出來有125毫升的溶劑 也就是水 所以第30題問我們說請問其中含有酒精與水分分別為多少毫升 我們答案選擇是C 375和125 如果您的過程 請問其中含有9000毫升的溶質 我們請問其中含有1-9000毫升的溶質 我們請問其中含有5600毫升的溶質